雖然是敏感話題 但在馮氏寬眼裡 國軍忠誠度不容質疑 尤其這句更讓他一聽就來氣 鏡頭前動怒 一切都是這篇日本經濟新聞報道 直指台灣軍官以外省人居多 理解國防部長也幾乎被外省人壟斷 特別是這段引述匿名人士說法的內容 舉出有九成的高級軍官 退役後都去了大陸 向軍隊提供情報來賺錢 成為常態化 不滿國軍被收入抹紅成共諜 馮氏寬更大嗆 日文專家指出文章內說的九成推移軍官副錄賣情報 前後文寫法不清容易導致越聽人被課意誘導 因非指所有軍官都涉及賣情報 不過致電日本經濟新聞並未獲得回應 退伍後有真的都跑去中國做生意嗎 我是覺得打一個問號 是不是我們跟他們過去的交往交流 做得不夠 造成他們用他們偏頗的想法 就是日方偏頗的影射報導 才讓馮氏寬在國會上大爆粗口 不打算只是聽過看過就好